可否问你澳洲楼价怎么看? 因为其实他自己计划送儿子去澳洲 哪个村子有比较好,可否分享一下 可否答案问,以及怎么看澳元 我说一点点,楼价方面都是升得厉害的 其实就像香港的 原先大家都会有个想法,疫情楼价会下跌 香港楼价没有跌,澳洲楼价也没有跌 尤其是一些所谓大负,例如Sidley、Melbourne 如果是学校接近,应该这么说 那个区里面有些比较好的学校 其实那些地方的楼价是升得更加厉害的 跟香港一样,有个名校之分 如果你住近九龙堂那些,当然升得更厉害 澳洲也是一样的 所以变了来说,楼价是升得厉害的 我想是一来升低 二来也是购买力 在疫情期间,可能大家不能出街 就积聚了 一锁下跌,那些人就出去就很快去买楼了 怕今天不买,明天会贵一些 都是这样的心态 所以都是贵的,澳洲楼价升得多 至于澳元方面来说 一来美金转强了,因为美国有机会收税 二来,因为这里之前也提及过 未来可能是减少买债 减少买债 理论上应该是利好澳元 但现在因为近期疫情恶化了 大家可能担心这里有机会进入衰退 所以导致近期澳元跌穿了73米先的水平 所以跌穿了那个位置,技术上去看 应该有机会会再回心些 这个要留意 所以我想现在归根究底 澳元的表现,就要看看澳洲这边 几时,西德尼、Melbourne这些 几时可以走出禁止 请订阅,请订阅,请订阅, 请订阅,请订阅 几时,请订阅,请订阅,请订阅